好 再來看到威力彩 頭獎開出了 但是有一位潘先生說他很歐 因為他修出自己買的威力彩的彩券 比一比 一整排號碼 居然都只跟頭獎獎號 差一號 結果也有專家計算出來 要發生這樣的事情 機率很低 其實跟中頭獎的機率一樣 開心放鞭炮 慶祝連槓四十七期的威力彩 總獎金額高達三十一億元 二十七號晚間誕生兩名億萬富翁 幾家歡樂 幾家愁 但再怎麼愁 恐怕都沒有他心裡憂愁 修出自己的彩券和中獎獎號 實在是要靠沒辦法 仔細對比潘先生的電腦選號彩券 和開出來的頭獎獎號 他才開出05 潘先生則是04 他才開出08 潘先生則是07 另外四個號碼也全部都只差一個號碼 就連第二區的特別號也是02跟01 一號之差 他下場是一毛錢都拿不到 抽了那我想說反正好玩嘛 就是賣一下這樣子 可是我們也是很平常性的 因為我覺得我們沒有那個命 就是你知道如果沒有中 就是很平常就是要沒中 可是這個差異號就覺得 XXX電腦弄得害我整個得失心爆發 潘先生越講越無奈 原本只是抱個平常心 沒想到老天爺真的開了一個大玩笑 一號之差和億萬富翁擦身而過 實際計算其實這樣差一號發生的機率也非常罕見 他跟中投彩的機率也是一模一樣的 那因為其實要選到這一組號碼 我們在所謂的機率上面 其實就跟中樂透投彩 我們所呈現到的方式是一樣 我們也會覺得說哇 他就是所謂另類的中投獎 透過機率公式計算 這樣全部差一號的機率和中投獎的機率 一樣都是大約兩千萬分之一 蠻衰的 可是可能他會有其他好事在後面吧 我覺得啦 那個太可惜了 假如是我的話 我會心臟病化 民眾直呼太可惜了 一號之差顯成億萬富翁 只能說相同機率 但天堂和地獄的差別 實在是感嘆命運捉弄人 記者吳晨漢 廖偉紅台北報導 明明就來自動聽 聖言利借電視頻 記者吵擘 攞 詳王 詞弘 067 字幕Philie 明明就不是節目 108 字幕影響 4.4 字幕視頻 4.4 字幕視頻